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迪迦奥特曼今天要来超市买最新的罗布奥特曼玩具和食玩 他拿了一个篮子 里面会有什么呢? 原来是被迪迦奥特曼打败的怪兽 他还可以戴在脖子上呢 赶紧要去买玩具才行 迪迦来到了超市 超市里面已经有位顾客在买玩具了 原来是贝丽娅 贝丽娅的篮子里面会有什么呢? 是一个迷你的贝丽娅 他还拿着一把武器 他也可以挂在脖子上呢 贝丽娅选了罗布奥特曼的水晶玩具 他还选了这个罗布奥特曼的食玩 要去结账了 太可惜了 迪迦奥特曼来晚了一步 只买到了一个崎岖蛋 迪迦奥特曼买到的红色崎岖蛋里面 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是一个奥特曼的拼装人偶 是哪一个奥特曼的呢? 让我们把他的头组装起来 好帅啊 原来是奥特之父的拼装人偶 让我们来摆一个插药的姿势 接下来 让我们用这个奥特胶囊 来召唤奥特之母 出现了 我们用奥特胶囊 召唤出了奥特之母 那你们知道 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儿子 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贝里亚买到了最新的 罗布奥特曼水晶 这上面有赛文奥特曼的 还有捷特奥特曼的初始形态 下面这只怪兽 看起来好凶啊 还有这只 罗布第一集登场的怪兽 火炎古兽 让我们来看一下背后 背后是玩法的介绍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奥特曼水晶 听到赛文奥特曼 和捷奥特曼的变身音效 然后用这两个怪兽水晶 来听到怪兽的召唤音 和变身音效 而且赛文奥特曼的水晶 还可以装载到 罗布奥特曼的武器上 发出必杀季的音效和光效呢 赶紧打开来看一下 左边是赛文奥特曼的罗布水晶 它的属性是刃 右边是捷奥特曼的初始形态 属性是战斗的斗 怪兽的罗布水晶 左边的属性是力量的力 是绿色的 右边的属性是魔 是红色的 肚子好饿啊 这个罗布奥特曼的属丸 赶紧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会是什么呢 包装上面是罗布奥特曼兄弟的图案 还有泰罗奥特曼 银河奥特曼和雷德王的水晶 石碗里面出现了 埃克斯奥特曼 和捷奥特曼的罗布水晶 还有一只怪兽的罗布水晶 埃克斯的属性是雷电的雷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会是什么呢 出现了一块黑色的巧克力 原来这是巧克力的水晶石碗呢 嗯 好美味的巧克力啊 这里面还有一张对决卡片 上面是罗布奥特曼 对决火炎古兽的图案 背后分别是他们的属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身高还有体重 还有他们的必杀技 贝利亚买的十碗有点多 吃不完 他拿来和迪加奥特曼一起分享呢 迪加迪加 我这里有巧克力 给你一块吧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正好 打完怪兽肚子饿了 有了这些巧克力 我就可以恢复能量了 谢谢你啊 贝利亚还把巧克力分给了奥特之父 嗯 好美味的巧克力啊 吃完全身充满了能量 奥特之父的背后 出现了一件红色的战衣 好帅啊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音效 那今天的玩具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可以直接猜測一下 我可以直接猜測一下 他在那一種程序 我可以直接猜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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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你打到 2-2-4 了解 眼开 笑 笑 捅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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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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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